全红禅凭借在今年奥运会上的出色发挥,成为了中国体育界的风云人物,全红禅不仅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而且还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小姑娘现在成为了中国体坛人气最旺的选手,全红禅接下来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向着更多冠军发起冲击,大家希望全红禅能够在自己的跳水生涯中拿到更多的好成绩。 全红禅家里面一共有五个孩子除全红禅练习跳水以外,全红禅的弟弟和妹妹也在练习跳水,这两个孩子比全红禅的年纪要是小一些,暂时还没有进入到省队之中,当然大家希望他们能够像姐姐一样,尽快进入国家队,争取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证明自己的实力。 虽然很多粉丝希望全红禅的弟弟和妹妹能够和全红禅一样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表现出高水平,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红禅的弟弟和妹妹想要追赶姐姐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近日,全红禅的弟弟妹妹训练的视频与网友们见面,从视频中大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弟弟和妹妹在水平方面与姐姐差得有些远。 全红禅弟弟正在尝试跳板,从跳板上跳下之后,弟弟见起巨大的水花。 从这跳来看,明显是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在压水花方面,全红禅弟弟还需要继续琢磨,目前来看,他有些压不住水花,这对于一名跳水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弟弟必须要继续努力。 全红禅妹妹也在练习跳板,妹妹在练习跳板的时候,全红禅的启蒙教练郭义带着全红禅妹妹一起训练,练妹妹在日常的训练中被教练不停纠正错误,郭义表示全红禅妹妹脚腕动作不对,一直在提醒他,看来妹妹在天赋方面同姐姐的差距比较明显。 虽然全红禅家三个孩子都在练习跳水,但是相对而言,全红禅还是最突出的一个,毕竟他已经拿到了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的冠军,弟弟和妹妹想要达到姐姐的高度,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大家希望这几个孩子都能够继续加油,相信他们能够在跳水生涯中拿到更多成绩。